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王欣欣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经纪人王欣欣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IUL 那么一提到IUL呢 首先到我脑海里的呢 就是两个字 就是争议 那我觉得这个争议呢 其实可能只有5%来自于它本身 那剩下的95%呢 可能是这个环境啊 就是我们做保险的这个市场 这个环境 那这个保险经纪人呢 当然有很多种分法啊 但是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呢就是 允许或者可以卖 IUL指数万能险的经纪人 和不被允许卖 指数万能险的经纪人 那你说怎么还不被允许呢 是的啊 有些保险公司呢 它有专属经纪人 比如说纽约人寿 比如说万通 比如说加点 还有西北人寿等等啊 就是这些互惠公司 叫Mutual Company 那么它呢 拥有它的这个经纪人 就是叫做Captive Agent 它这个经纪人是属于这家公司的 那么他们会对经纪人进行规范 因为这些保险公司 他们不做指数万能险 所以呢 他们不允许 甚至不允许 他们的经纪人去卖这个产品 那么既然是你不允许卖 你不能卖的话呢 那我觉得一定呢 他肯定说他不好 就是我总说这句话 卖奔驰的不可能说宝马好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恩怨情仇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泰简直是应该都能拍 拍成一个剧了哈 那详细的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好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他本身的这个计划 他不是问题呢 因为呢 其实这个指数万能险 它是非常流行的 你们我们去看这个统计的话呢 在整个美国呢 这个指数万能险 它的这个销售 基本上算25%的这个啊 这个销量吧 25%的四分之一啊 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啊 都都是选择这个 就非常的普遍 这个而且这个指数这个概念 其实就更普遍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基金 指数基金是吧 指数年金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债券 很多CD 他都跟指数划钩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新鲜事 那么有人说呢 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说他好像看上去 不能保重身的 那就更不是了啊 那就更不是了 因为啊 细细详细的话 你也可以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简单的说呢 就是如果你设计的合理的话 那是绝对可以保重身的 好 那铺垫完之后呢 我就直接说 我认为指数型万能险 IOL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设计灵活 设计灵活啊 是指数型万能险的一个 特点啊 可以认为是优势 也可以认为呢 我就认为它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可以说是双刃键了 那么什么叫设计灵活 就好比说 一百万的一个保险啊 同样一个人买 你可以设计成 每年交四万 你也可以设计成 每年交两万 那么 这个设计出来的结果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保险 是可以这么出来的 那我就会看到呢 当然 四万 那是最好的情况 但是有些经纪人呢 可能因为他不专业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呢 他就设计成两万 那么这个时候 客人不懂啊 客人的话 按照正常逻辑 一模一样的东西的话 那一个四万 一个两万 你选哪个 对吧 正常的逻辑的话 应该是会觉得 这个两万的啊 减便宜了 对吧 两万的这个核算 我们我们中国人讲 物美价廉嘛 这个价廉了 所以呢 一般的客人 或者说这个 自作聪明的客人 就会直接选这个两万的 当然 真正聪明的客人 他就会去问 他就会去问 哎 为什么 你给我设计的 就四万 人家给我设计的 就两万 那么你问的话呢 那么可以解释的更多 你可以知道里面 到底是什么区别 或者反过来说 这个客人 他说 哎 我一年的预算就两万 那你怎么样 给我去设计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说 你可以买五十万的保险 但如果是 其他经纪人 那么他会 有可能会说 哎 你可以买一百万的保险 那表面上看 哎 一百万就赚了 但是呢 你不知道 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细节 那为什么 四万 比两万 要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花点时间 因为这个呢 确实是有些技术性啊 需要一些逻辑能力 需要你耐心的去听完 那简单的说 我经常用这个打比方 就是说 你给汽车加油 你加满 一般人都这样做 对吧 但是 我加了一半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 就你不看油表的话 你看不出来 能不能跑 也能跑啊 也能开走啊 那表面上看 哎 我这就加了 我花了一半钱 也能开走 但是跑不远 对吧 好 那么用专业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做相对保额 相对保额是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这个一个客人买保险啊 一个月交一千 或者一个月交 对 就算一个月交一千 那么 假如说第一年 就第一个月 他刚交啊 那这个时候人就过市了啊 买一百万的保险 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要理赔多少钱呢 一百万啊 一百万 那么 其实保险公司真正的 他的这个风险是多少呢 他的风险呢 就是一百万 当然这一千呢 就忽略了 我就先忽略了 其实是一 其实是一百万减去一千 好吧 好 那么以后若干年之后 比如说二十五年之后 那这个保险 他里面有现金值 对吧 他现金值会涨 现金值比如说涨到多少呢 比如涨到四十万了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客人如果过市的话 那么请问理赔多少呢 也是一百万 对吧 也是一百万 好 那这个时候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他的相对的这个风险是多少呢 其实就是六十万了 对吧 一百万减四十万 因为这个四十万 就是你的钱了 你的钱放在那了 对吧 放在保险公司那了 那他给你只理赔一百万 其中四十万是你的 就相当于他只给了你六十万 那是不是这个相对保额 就是在不断变少的过程中了 换句话说 保险是有消耗的呀 保一个人是有成本的 对吧 我经常说 你给汽车保险 这一年或者这十年 你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你交的保费 他会还给你吗 不会还给你 为什么不还给你 因为这个就是保险的消耗 那么保险的消耗呢 叫做cost of insurance 这个东西呢 是你的 当然你的保险 越大就消耗越多 那么放在我们这一个案例里面呢 就是你从第一天开始的 第一天这个一百万 他消耗的钱 一定要比后面的六十万要多得多 对吧 好 那么我假设这个人呢 他交钱交的保费呢 没交那么多啊 就是他设计的呢 就不交那么多保费啊 只交少 那么到了某一个时刻 就跟刚才那一样的时刻 他能达到四十万 我达不到了 他可能只有二十五万 那么这个时候 相对的保险 原本应该是六十万的 现在变成七十五万了 对吧 七十五万的消耗 是不是就比六十万要多 那么消耗越多 意味着这个保险 从这个现金值里面扣去的这个钱 就越多 那反过来就意味着 你来维持这个保险 或者说你增长现金值 这个未来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钱 积累的钱就反而变少了 那么也就是说 你交的保费越少 那么相对保额后面的越多 那么消耗的越多 那么你养老 你储蓄 你增值 不管你怎么说 这个增长呢 就越差 对吧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反过来呢 如果你交保费越多 那么你积累的钱就越快 那么这个时候 相对保额就越小 或者说减小的速度越快 那么后面你积累 自己的养老金就越多 换句话说呢 那么保险也就更安全 因为相对保额越来越少 你消耗的钱呢 也是越来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同样一个人 买同样公司的计划 有些人设计出来 一年要交四万 有些人设计出来 一年要交两万 我们就能看出来 四万的呢 其实呢 是非常实在的 而两万的呢 就不那么实在 所以很多事情 有人说保险水很深 是的 这里面呢 就是你表面上看上去的呢 并不是真实的 你看上去这两万 好像你省了钱了 但其实 这个四万才是 对于你来说最好的 好 那有人说 那简单了 那就往里放呗 越多越好 一百万的保险 我帮你放九十万 行不行呢 也不行 这里面呢 还是有限制的 这个叫MEC 就是MEC Modified Endorsement Contract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保险呢 当然它有很多税务的 这个好处 那国家呢 是鼓励大家买保险 但是呢 不想让它成为 这个很多富人的 这个工具 你放很多钱 在里面 避了很多税 那不行 所以呢 保险这个国家 对于这个 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 你这个一百万的 这个保险呢 你里面只能放五十万 比如说 只能放五十万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设计的呢 是根据在这个MEC 这个MEC 这个线以下的 你能够合理放的 最大限度的这个钱 我们一般是这样去设计 叫做Maximum Funding 这样的话呢 是最安全 而且效果最好的 当然了 因为这样的设计呢 我应该 我想应该也会失去很多客人 就很多人一看 你怎么这么这么 别人贵这么多 但是呢 其实呢 他不知道说 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道道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 中国那句老话 吃亏是福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觉得你减便宜呢 那就不一定是真正减便宜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认为 指数万能线 还有它的最大的问题 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王欣欣 是谁